大家好 天氣如我們預期開始改變了 早上的時候還蠻熱的 可是一到這個下午雲量就開始增多 有沒有看到開始有對流雲系 東北風開始下來 慢慢的慢慢的先從北部開始 然後呢 各位有沒有看到對流系統 這個其實在整個福建那邊 已經有明顯的熱對流開始發生了 也有一些閃電 會不會來 還有一些變數 各位可以看 其實大概週四週五 今天晚上下雨不會太多 但是週四週五不斷的有封面掠過 可能會有一些空檔出來 一天一波 不過各位注意看來 就是禮拜六禮拜天的時候 可能在禮拜天的時候 有比較多的對流雲系會再移出來 現在來看的話 禮拜天可能雨是會全台都有下雨的機會 然後接下來有一個空檔 可是這邊還是有不斷的 小系統會不斷的發展 在冬移 可能要完完全全 好穩定的天氣 可能要到下禮拜三之後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這幾天呢 當然啦 是以北部為主啦 當然南部有一些雨勢 還是要稍微多留意一下 各位可以看整個環境都大幅度的改變了 變成東北風 南部比較慢一點點 然後接下來就不斷不斷的有這個雲系 當然會有空檔 但是以東北風來看的話 北東迎風面 容易有一些短暗性的陣雨 中南部相對的比較穩定 那這些好消息的就是說雖然有下雨 但是從今天開始 空氣品質都明顯改善了 請大家好好珍惜 終於可以大力呼吸了 那現在來看的話大致上整個降雨 這兩天是以這個中部以北為主 各位有沒有看到 但是禮拜六禮拜天雨勢可能會稍微大一點 尤其是禮拜天我們要關注一下 當然這個都還有變動空間的 請大家留意 要注意一下溫度 這裡天好熱 像這個禮拜三今天南部有些地方 東半部38 39 40度的高溫 現在來看的話稍微較降下來了 北部會比較明顯一點點 這幾天前幾天要穿短袖 這幾天要穿長袖出門 請大家注意一下 未來這一個禮拜恐怕就是涼涼的天氣 要注意一下沒有到冷 涼涼的 南部也稍微溫度有一點下滑 不會那麼的熱了 但是這個早晚的溫度有一點點涼 稍微要注意一下 我們剛才很建議 新一波東北風還有封面通過 北部東半部雲溫度下滑轉涼 未來一週北部雨勢一波波的影響 一開始大概只有北部會影封面 但是慢慢的到禮拜天可能會比較大 當然這個有變動空間的 中南部也有一些短暗雨 可能在六日的時候 請大家外出的時候一定要攜帶雨具 喜歡我們的氣象 拜託請大家支持 分享 按讚 您的一點點小鼓勵 就是我們進步的動力 感恩大家